3月17日,由杨亚洲指导,会结了李雪剑、黄磊、宋佳等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暖春情感大剧《黑老头》在京举办开播发布会。 电视剧《黑老头》讲述的是李雪剑和黄磊饰演的一对父子,从最初的敌视默然,到逐渐的心灵接近的故事。 而在现实生活中,随着电视剧的拍摄,饰演父子的李雪剑和黄磊,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日渐亲密,黄磊甚至称李雪剑为萌萌的老头。 网上说你,萌萌的,说您可爱这老头,我觉得特别的可爱,当你们看戏里了,他就演的,我不知道准不准这样,就像小孩似的,比如像小孩。 这老人啊,不是说,老小孩,老小孩,但因为他生理器官都退步了,退步了,退步了,有时候他就问题啊,想问题啊,都简单,再加上一下,这个,得了几个月。 其实有什么说,很直接的,不绕花儿的,简单单单的东西。 对对对,对对。 学家老人很可爱,然后非常的,怎么讲,我觉得是我们心里面,就是真的非常尊敬的一位演员。 我觉得我们当时曾开,我还跟黄磊说过,我说你知道吗,有人做过一调查,就是从十几岁到七十几岁的人,就是喜欢演员,他们一定会提到一个人,叫学家老人。 他是跨越了所有层面,学家老师这个,老少偷吃,萌萌的,现在九一后也要,这个,喜欢萌萌的,对吧。 在剧中,黄磊和宋佳扮演一对生活中,都不太得志的青梅竹马。 现场,两人也是有着不少的亲密互动,宋佳更是碧东黄磊。 什么东西? 碧东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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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跟你说,人这辈子最倒霉的事,就是被一个无赖看着。 你说什么? 你头发比他高一点,给你一点点,来来来来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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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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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专门,这部情感大席黑老头将于3月26日登陆北京卫视晚间黄金党。酷磊娱乐北京报道。 感谢观看